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介绍之前 请容许我先推荐这一场论坛 这一场是我们人间佛教研究院所主办的 主持人是大家熟悉的妙光法师 是人间佛教研究院的副院长 那么主讲两位 学者与行者 学者是北京大学李世龙教授 行者是有一个很 我觉得当之无愧的一个形容词 这是我们院长妙凡法师 他特别推荐 是人间佛教的妇罗诺绝尘法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形容 这个我要保留到 我看看佛教经典故事 我就来介绍妇罗诺尊者的故事 同时也介绍这位了不起的 其实我都称他为大愿望 他做的事情非我们能够 那种姻缘就算给我们这种姻缘 不一定就有那种勇气 所以说来话长 我们不要岔开太远 保留到下一次我一定要好好介绍 我这位师兄绝尘法师 他们针对金刚经的无助观 来跟大家分享 好 这个就是因为今天4月1号 那么如果在台湾 那因为我们播出是7点钟 在美东早上7点 在台湾是晚上7点 而这场讲座就是晚上7点半 那当然在美东就是稍后 大概您看完早安佛光 您就接着要去看这场论坛 要告诉我们什么了 那当然这个网络是没有 这种时空的拘束 所以不管您在什么时候 看到今天的早安佛光 都请记得我们做的这个连结 就是在说明栏 你再按进去 有这个连结 那同时还有另外一场的连结 那就是去年的 我看是4月初吧 也是清明法会的因缘 就清明节的因缘 那么讲了慈悲三昧水灿 其中就是你要灭除三藏 应该要发七种心 就这一段为主了 那还有一些观念 我觉得大家 我今天带入呢 这一段我就不重述 就请各位要看连结 也就是连回去年的4月2号的这一集 其实真的讲不知不觉 我们已经满两年了 两年零几天了 700多集 那订阅的人数呢 也将近 好像再差300人是吧 就要满1万人 这个一个讲说佛法的节目 天天跟大家空中相见 竟然也有就要上万人的订阅 都觉得也是因缘不可思议 我们非常的感谢 还有珍惜 好 那现在麻烦方元帮我们的 这个把封面的图再换回来 各位看 哎呀 怎么这是都春天 都已经在户外活动了 怎么还放着雪景 其实今天呢 渡泰华地区还是会下雪的 当然现在都算飘雪了 其他地方还有几块 比较积雪厚的还没融完 那这个在金社附近 我们的后院 还有这个雪景是上两周拍摄的 只是觉得趁着这个还飘一点雪 只是不知道落在渡泰华的哪一个地区 还在下雪的这个音缘 给大家看看 冬季将结束前的 其实说入春了 不过还是有这个雪景 再看一眼 雪景除了在各方面的保暖做好之外 其实冬天有冬天之美 好 这世纪之美了 那今天呢 我就从水灿的灿文 先重点复习一下 其实前面在讲说 说我们为什么 这座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那忏悔是其中 非常重要的一堂功课 因为我们是凡夫 凡夫谁没有造罪 何况累生累劫 累积下来也不知道多少 所以是要懂得要 在所有的修学法门之中 这个忏悔是一定要有的 那么说这个我们所造的 累积以来所造的这些罪 罪向无量 或因三叶而生罪 或从六根而起过 就是罪跟过 或者三叶就生口意 或者六根 那就眼耳鼻舌生意 那或以内心这些思维 或借外境起诸染作 不是内心就是外境 到底是外境触动内心 或者说引发内心 还是内心自己 不端正 然后这个 或者说起贪嗔痴 然后去呼应外境 这不管是哪一样 这都是我们造罪因缘 那所以这些种种罪向 说大而为语 不出友善 就分类了 分哪三者呢 一者烦恼 二者失业 三者果报 此三种法 能丈甚道 即以人天甚妙好事 事故经中 目为三丈 各位 如果你在诵经 后面这个回向记 现在我们很多时候 念慈悲喜舍 遍法界 佛光诗句记 但有些经文上面 你会看到 愿消三丈诸烦恼 讲的就这三丈 愿得智慧真明了 就讲你在回向的时候 说这个在 不是只有回向记的时候 在念的 它实际上就是 你要去认知 愿消三丈诸烦恼 我们是要消 就是要去除烦恼 烦恼是会障碍 障胜道 能障胜道 障必我们修道 这三丈原来就是 从有烦恼 有业有报 如果各位上过 这个佛法概论的课 我们就知道 其实这就是我们讲的 或业苦 我这样比一个三角形 或业苦 这中间其实有三个箭头 这三个互相 互相 好像在 互相在 迁禅 然后引出 就是 有起烦恼 无明 起祸 就造业了 身口一造业了 造业之后 感受果报 一受果报 更是无明了 又再更是造业了 这样子 不断不断 恶性循环的 这就是这里讲的 说 这个这三者说 烦恼 业 还有果报 就货业苦 这烦恼 业还有果报 就是三丈 好 那么接下来 后面讲了说 欲灭三丈者 当用何等心 这就是我说的 去年我讲的重点在这里 所以我不重述 就是说 好吧 愿消三丈 那你就要灭三丈咯 这不是嘴巴讲讲而已 你要用什么心 要怎么灭 那这一段 就是 我说请大家看这个连结 去年讲的 说应该要发七种心 我简单讲一下 一者惭愧 惭愧 就是说 我们跟佛 过去也同为凡夫 佛都成佛了 我们还在轮回 惭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是要升起这种恐怖心 就是说 哎呀 那我还在凡夫 还在照夜轮回 什么时候堕入三恶道 太可怕了 恐怖 第三是艳离 就是这个 此生无可乐 就是得这个人生 但是 这时候日常所作 可以讲 举足动步 无非是罪 哎呀 真的没有一处清静 像这样子 真是 艳离 艳离 第四 发菩提心 第五 愿清平等 第六 念报佛恩 第七 观罪心空 这个就是 各位看那个连结 我要讲就是 我要进入后面的重点 这个详细呢 因为去年的 此时 讲过 好 那么 今天呢 就从这个三藏 刚刚讲 遇灭三藏者 当心七种心 就是发七种心 好了 那刚刚简单 重点讲述一下 现在继续忏文 今日发露忏悔 不复复场 就我不隐瞒 所言三藏者 好 那三藏呢 一约烦恼 二明为一也三十国报 就刚刚开头 讲了这个重点 说此三种法 更相游戒 就互为前因后果 有前因导致下 就有起无名为因 导出造业的果 那造业的 造业 又在为因 再导出受果报为果 然后受果报了 又在更起烦恼 又在这样 就是更相游戒 这个意思 那这些 说应该 说今日在这里忏悔 第一首先就要忏悔 烦恼 怨消三藏 那你要先明白三藏 然后忏悔三藏 那第一个是烦恼障 所以在卷上讲 这个烦恼障 接从疫情 都是从起心动念开始 所以者和 意业起固 因为内心开始躁动了 而生跟口就随之 好像心念是主帅 他先发号施令 哦 生 口 就听命行事 所以这个异业 在那里 躁动 那个是根本 说异业又有三 这就是我们讲的三毒 贪嗔痴 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 其实灿文真的不是说 我就跟着拜拜就好了 跟着唱唱佛号就好了 没那么简单 真的是要进入到灿文之中 一层一层的帮我们 好像揭开 一层一层的帮我们厘清 那我们当然是一步步的 进入灿文之中 然后自心发入忏悔 好 那么从这个贪嗔痴 三毒如果起这个意念的烦恼 当然就会造出种种恶业了 后面我又找到 我当然是跳着讲这个重点 其他经文就是在法会之中 跟随法师们在唱诵 在诵经 各位你有金本你自己捧着 你没有的话你就看着这个萤幕 不管你手机电脑可能还好 手机是比较经文可能太小了 建议你把它投射到你家的电视机上面去 那个经文才会看得清楚 说讲说福论忏悔者 本是改往修来 灭恶心善 说他原本的这个忏悔的 可以讲他的作用就是改往修来 就是对于过去所造我要修改他 这样子你修正了修来 对未来 你就可以说是还我清净 重新做人的意思了 改往修来 灭恶心善 我这个造恶的不清净的洗干净 那我再来我多做一些清净的善业 说人之居士谁能无过 确实我们凡夫在世上 谁会没有过失 只是过失呢 有的是破坏比较强对外 那这个是算过失伤人吗 那有的是对内 是你自己尝起烦恼 这胡思乱想太多了 那是对自己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 其实谁会没有呢 所以学人思念尚起烦恼 罗汉节习动身口业 奇况凡夫而当无过 这一再讲就是说 不要觉得说 有的人说我是不会做错的 有些人会这样想 但其实这一讲就是说 就是一些修行已经都很有境界 甚至正果位的罗汉 他们都还会有习气 还会有这种造作 更何况是我们凡夫 怎么会没有过呢 只不过后面讲 但智者先觉便能改悔 愚者复长遂时之慢 其实各位看 那个灿文都好美 佛经真经典之美 这一讲说有智慧的人 他就会你越是有智慧 你就越快 可以好像觉悟觉醒 就明白过来 然后你就能够改悔 但是愚痴的人呢 不要谈说他能不能明白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甚至于怕人家知道 所以要复长 把它覆盖起来 把它常立起来 怕人家看到知道 像有的人很有意思 比如说抹布 抹布呢 我是主张就用白色的 因为哪里脏了 你就给他洗一洗 漂白一下 脏了就看得到 但有的人呢 喜欢用那个 花花的五颜六色 说脏了就看不出来 你觉得哪一样 你会比较认同 说脏了看不出来的 还是一看就脏了哪里 一点点怎么样 马上看到的 如果是你 你会喜欢哪一种 我个人呢 我主张抹布就是白色 包含床单什么的这些 可不可以看那个hotel 五星级的hotel 他那个床单是白色的 他就告诉你 请你安心使用 看多么干净啊 这样 那如果是去 可能没有什么 心心可以计算的 那个五颜六色 你最好碰他的时候 都要小心一点 因为常常他觉得 看不出来嘛 不用洗 这不是很可怕吗 我们人 肯定有照做的啦 但是如果你一直都是覆盖 都不认错 也不悔改 那就只有累积嘛 但如果你在佛前 真心忏悔发愿 每一次 你可以从自己所 你说 就学佛真是累 又要忏悔 又要受戒 这个不像 我说不像有些 其他信仰 好像只要祷告就好了 唱唱歌就可以了 好像听听故事 也就OK啦这样 怎么学佛就这么累 老是问自心 问自己 哎呀反省过去现在 连未来都要一起想 不是挺累的吗 但是人生的路啊 各位认为生命 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吗 这么多的行为造作 一生又一生 你难道不用减少一些 背在身上的石头啊 这些包袱吗 忏悔其实是把你这些 该还的债还掉 该洗的脏衣服洗干净 这个真的该放下的包袱 一件一件 就真的是好像 也是放下 也是结账了 人会越来越轻松自在 越来越清楚的 好 所以真的有智慧的人 会悔改 先觉 越早先觉悟 那愚痴的人呢 因为覆盖 所以就让他更为之长 蔓延啊 这些 所以 这里讲说 若能忏愧 若能惭愧 发入忏悔 其为指示 灭罪 以赴增长 无量功德 说例如来 涅槃妙国 若欲行持法者 如果要修这个忏悔啊 先当外塑形仪 沾奉尊相 当然这就是讲环境呢 干干净净的 外塑形仪 就是你准备好 端端正正的 然后沾奉尊相 就是 比如你在 殿堂 或者在家里 有佛像 就总之你要 有经文 这个外在 准备好 然后 内起敬意 源于想法 恳切制导 说你内心 就起功绩心 然后生二种心 何等为二 我讲完这一段就好 我知道我时间超过了 好 第一呢 就是我此行命 难可长保 其实生命 暂时无常的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 就失去 这个生命了 或者呢 突然之间 都 不但 不能够 供逢佛菩萨 清净法 更加有一些 不好的朋友 就引导我们 造重 不清净的业 然后就会 堕入 这个恶道轮回了 我们真的知道 在这么有限生命中 还来不及修 修行 就已经堕入 恶道去了 这是 只觉得 哎呀 这个无常太厉害了 第二呢 就是说 我这一生中 我已经学佛 虽然已经学佛了 但是呢 我又没有按照佛法 去 这个清净自己 所以这一些 这个 说现在 我现在所造的 这些罪恶 这不清净的言行 我以为 佛菩萨不知道 经文中写 说 诸佛 诸大菩萨 诸天神仙 何尘不已 清净天眼 鉴于我等 所作罪恶 不要以为自己 就表面 好像 哎呀 我这是学佛 但内心实在是没有 去奉行佛法的 像这样 一旦 无常一到 还是一样 所以 因为有 发起这两种心 一个是 一个无常很快 我来不及修 第二个是 无常很快 我即便 有学佛 但是实际上 没有做到 一旦无常到了的时候 还是 堕入恶道 一想这些 就是 哎 我不能讲 我没空 我不能讲 哎呀 太累了 如何理由 还是要赶快 积极的 这个 比如说 法会 然后我要 一定要好好的来送辞 现在还在网络上 你说你没空 实在是说不过去 是你要不要参加 这个清明法会的问题 或者你要不要来礼送 这不参法 其他的 如果安排时间 你有心 一定可以安排得到的 总是 今天先 在卷上 抽出这一段重点 明天就继续 要进入到卷宗 记得 刚刚提醒大家的 这个 4月1号的 人间佛教经典十堂课 不要忘记了 也一样要用功的 祝福大家 奥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